他希望能够怎么样 这个九算表如果能够被三整除的 被三整除的这个部分的列 被三整除的列能够帮我加个颜色 加颜色 一般也许你的四算表里面的 可能某一个数字或者某一个范围 它可能达到的时候 那我希望能够把它怎么样 换一下变化一下 变化大概变化什么 不外乎就变化什么 底色 加个颜色 那变化 那当然你按上面的按钮是很简单的 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在VBA里面 它可以自动帮你做 那会简单许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用人工来做 假设你今天是要 能够被三整除的列 通通加一个颜色的话 那你势必你就是要多按个几下 多按个几下才能完成 那比较聪明的也许你用复制格式 而且还知道复制格式有点一下跟点两下的差别 应该知道吧 点两下的话是可以不断复制 不断复制 OK 那可以把它取消掉 那可是问题 有什么方式可以利用VBA 它可以帮你一次就做完了 好 这边我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很简单 如果要清除的话 按下清除 它规则就帮你清掉了 要再加上去 它就自动帮你加上去了 OK 那这个效果呢 会不会很麻烦做呢 其实不会啦 都是固定的 你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在那个回圈里面先做个判断 那判断的方式 我想我们在第二 好像第二堂课吧 第二还是第三堂课 那个逻辑判断的地方就讲到了 if 有没有 什么条件 then 如果那个成立的话 就是加颜色 加颜色部分加两个部分 一个是底色 一个是质的颜色 然后呢 再把资料输出 反之的话呢 就单纯只是输出资料就好了 所以 如果条件为触的时候呢 多做两件事 就是加底色 就有点像是加油气筒这个动作 一个是 变换颜色 那我想这个应该也是 最基本的需求啦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的 其实在一般工作上已经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了 再来就是说你有加了颜色之后 你希望可以把这个颜色给清除掉 大概应该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你一个 像股市之类好了 你按下去自动帮你把一些 你需要的数值给挑出来的话 那这样子其实也感觉还蛮好的 很蛮方便的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把清除跟99乘法表下面 我又多加了一个叫 其实我是把这一段 把它复制 贴下来 改成什么呢 改成那个后面加那个3可以整除的啦 那3怎么整除呢 所以这边的话会多几个叙述 什么叙述呢 其实我干脆重来好了 这样会比较清楚 其实我是把它中间一模一样 假如说你已经做好了 那你要怎么样说修改 很简单 在这边 中间这个部分 多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的写法 不外乎就是 Enter 一个Tab Tab就下一层 下一阶 如果 什么条件呢 列号 那列的话呢 我这边是第四列 有没有 那第四列 这个i预设值是多1 所以怎么样 把这个列 列的话就是i-1 就来表示他现在 这个数字啦 就这个数字 如果是这个数字 这个3 它能够被整除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要求余数 余数为0的话 表示整除 那在VPA里面 有个求余数的 一个运算词 叫MOD MOD 这个MOD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求余数 如果这个除以3等于0的话 表示说它的余数 这个的余数 这个 因为它本来是4嘛 4-1就3 3MOD 3 于多少 于0嘛 余数的意思 如果等于0的话 那6 MOD 3 还是为0 就是余数啦 MOD指的是余数为多少 如果余数为0的话 then 做什么事情 end两下 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把那个结构先打出来 反词先打 再加上一个endif endif就是结束啦 那如果这个条件为初的时候 那我做什么呢 加上储存格的什么 底色 跟它的质的颜色改变 那